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成都名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凉拌菜 香油木耳 这道做酒下饭的美食 其主要贴点 木耳麻辣喧香 枝香浓郁 现在我就给各位好朋友 具体分享这道美食的做法 希望大家能喜欢 今天我们选用了青春黑木耳 水开后直接入锅 淘发柱 打开零分钟 把它打捞起来 用清水反复重洗 现在我们准备点配料 首先把裸袋的小米辣 洗净后再洗 喜欢辣的可以多放一点 摘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把盆周的大蒜撇破 摘成稍稍粗一点的颗粒 装入盘中 另外我们把大葱 采用两面45度斜刀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 现在我们把充分洗净的黑木耳 盖盖 在这里温馨提示 我们在购买黑木耳的时候 一定要选小木耳 这样拌出来的口感 才会脆嫩 盖好刀后装入碗中 锅中备入适量的水 水开后下入盖好道的黑木耳 同时备入适量的食盐 少许的油 煮大概三分钟 煮好后用大烧打捞起来 现在我们取一个大碗 搁入适量的生抽 少许的食盐和适量的味精 少许多一点的白糖和适量的花椒面 搁入多一点的消磨香油 再搁入我们摘好的蒜粒以及小米辣 然后搁入这道美食的灵魂 红油海椒 稍稍多一点 另外再搁点大头菜 玻璃 把它们充分调匀后 下入空干水分的黑木耳 同时搁入葱花 然后用力地把它们充分拌匀 拌匀后装入盘中 各位好朋友 一道做酒下饭的美食 香油黑木耳制作外称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好朋友的耐心手感 请记得关注点赞分享收场 咱们下个视频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